据台媒系列员以台防务部门的消息表示,美国两艘军舰7日上午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,向东北航行。 根据台防务部门所公布的美军军舰型号,这两艘军舰为美国伯克级主力驱逐舰,配备神盾作战系统,排水量达到9800多,具备优异的防空和反舰能力。 7日到天,两艘美军军舰由台湾南部海域,朝着东北方向航行,并通过台湾海峡,美国主力驱逐舰导科级战舰,据台湾联合报回顾历史称,在美国与台湾地区断绝外事关系后,美军退出台湾,但美军的舰艇仍不定期会通过台湾海峡。 1995年,大陆举行导弹发射,以及军事演习,抗议立登辉访美,美舰宁米兹号航母,在当年的12月19日通过台海。 1996年3月,台湾地区举行选举,解放军进行导弹发射以及军演。 美军独立号,2007年11月,返回日本航尔克杠途中,也可以穿越台湾海峡,美国地地G-89马斯廷号驱逐舰,至于美军水面舰艇通过台湾海峡,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2017年7月。 当时,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自香港返航,于7月12日凌晨进入台海后,美国海军博客机神盾舰也未随监视试入台湾海峡。 外舰认为,美舰通过台海,等于在复杂的区域问题火上浇油,敲动中美最敏感的神经。 美国地地G-65等福德号驱逐舰,海峡卫视特约评论员谢南认为,客观上,美方军舰并不是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。 但是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比较敏感的时间点,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,此时点派两艘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,实际上是美方希望把中美贸易问题和台海问题消化钩,向中国施压。 希望中国能够让步,从中获得利益。 近期两岸关系紧张,美方此举也有为台湾深律,极度分子撑腰打气的意味。 对此,我们必须向美方表示警告,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一环,中方不可能就此做出任何原则性让步,美方也不可能通过打台湾牌,获得本来就不可能拥有的相关利益,同时也需要告诫岛内深律。 极度分子,夕阳刺众只会使台海局势更加紧张,使台湾民众陷入更危险境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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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